字幕志愿者 在这个就是年代的新闻追追追呢 有谈到吴敦又要选总统 而且有个运作的秘密基地 地点呢 就在台北士林的雨昇国小旁 一个信料的古董招待所 但今天我们胡中信胡大哥进来的时候呢 听说呢很多电视台追着问说 地址在哪里 地址在哪里 我跟各位报告 我家不住在那边 所以那个地址绝对不在我家旁边 我住在这个中山区 查Google就有了 对对对 我家是中山区 对好那 那胡中信大哥就表示呢 吴敦毅在大年初一 将南投县13个庙宇 通通跑完非常不寻常 其他时间呢 就回到老地盘高雄市走春 也通通跑一趟 跑了一趟 他这个胡中信胡大哥断定说 这个胡敦毅呢要选总统 那么胡中信胡大哥也说呢 他的天线够高 讲话要负责 所以呢马英九 这什么负责呢 就是这段话 用红色献出来 就是马英九主义吴敦毅 作为总统候选人 那么胡中信呢 大哥呢就跟着爆料说 其实呢 吴敦毅呢是一个秘密基地 就在台北市 而且呢在哪里 在士林区 而且在哪里呢 在宇申国小旁 而且在哪里呢 是一个信料的古董松的这个招待所 所以这个胡中信大哥就说了 连我都知道了 所以呢 但是讲完之后呢 还真的立刻 刚刚火热热的就出来了 府方说法 就是指的就是总统府 所谓秘密基地呢 说法太夸张了 吴副总统偶尔应邀出席观光界 艺文界 还有这个乡亲友人的禅序 那么既经了解行程 自去年11月迄今 未曾再去过 怎么会有竞选的秘密基地呢 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 好像不搭嘎嘛 你去观光艺文界 我们讲的事情是 这个古董商的 要讲就讲清楚是哪里 地方对不对 对好 那我们继续来 他说吴副总统 自任行政院长副总统以来 连续六七年 六点七年还是六七年 应该是六七年 依照台湾这个民俗 春节返乡或夫人回娘家 都会顺道附下中部北部南部 顺道附中部北部南部 再念一次 回娘家 这回娘家就会顺道中部北部南部 所以先到中部再飞到北部 再回到南部 塞车 这有点神奇 我们继续来 他说这时候真的 中部北部南部应该是北部中部南部 要不然南部中部北部 他不是 他是中部北部南部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个是鬼扯 真的 要不要捏下去 他是划船的 来来来 终于哪个人家回应你 我先讲讲 他说不老什么 不老提示 那还有那个立新什么 文教基金会吗 立新协会 那些少女都是划船的 还环岛 她是环岛 北部中部南部还这样环岛呢 不是 他是中部北部南部 我听各位讲以后我要做个评论 不 我先回第一个是 那个我还是要回来一件事 因为这个是 这有秘密基地嘛 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 这还是先回来 这个蛇王这件事情 有一位就是为了知名的政治评论家 是不是你 我也属蛇 结果引出我这个影子 我也属蛇 我看的时候我坦白讲 你知道我讲谁吗 我想不是国栋 国栋是你吗 不然就是这样有话躲在桌子底下听 这样有话 OK 我们下次请他来 我跟你讲 谢东明副总统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晚年我去拜会他 他那时在外松西 他跟我讲一句话 政治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 这种新闻就这意思 有真的有假的也有虚有实 好不好 点到为止不要多说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跟前面凶报告 可是周金大哥 我还是不懂你的虚实说 引蛇出动这件事情 你引出我这个蛇 我也属蛇没有错 结果我跟你讲 我过年期间 例行每天吃两餐 减重 我怎么会重量级人士呢 所以不要扯到我 了解 扯到我 好 所以答案不是我们胡宗益大哥 我何必对话录作呢 那么多 那个经文全部塞到我嘴巴来了 我了解 我又不是王淑慧 是立法委员把法案吃下去 我又何必这样子 他很厉害 我要先评论一下 你看谢长廷这一篇讲得好 谢长廷看了 知我者长廷也 你看他们两个对战过 然后如果刚刚王院长听到那个宅男说 知我者宅男爷 对啊 王建民一定要讲 我讲得好 他讲得蛮好的 我坦白讲 没有 我最近经过修炼 因为一直在对抗某些佛教团体 所以我佛法道行 不知道变身了一点点 我觉得 他把王建民点出来 你要有那些刺吗 有啊 没刺 你没刺要拆弄什么 所以我看到大年初 明天传明天王建民要宣布 你没在刺啊 事很重要 求于事不择于人嘛 因为我看到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我觉得这才是真心的 我觉得这是行家 挺王派事物业明朗嘛 有没有 看看看 对对对 这个是行家 这人真的 我不知道是谁啦 不知道是哪个挺王派的 不知道是不是观公那一位 拜观公那一位 或者有阴的阴哪一位 不然怎么会通嘛 我最近没有听说有发漏啊 对 他讲很好 我觉得这是行家讲的 好 我先讲这个秘密基地 有说本吧 他完全没有回应你 我说秘密基地 他说观光界艺文界 乡亲友人参序 有啊 有这回事啊 那自去年11月中去今 为什么再去过 这我不知道啦 这我不知道 这我坦白讲 那种 那个行程我就不知道了 当然是秘密基地啊 今天有人打 我的生活中心说 拜托 诶 诶 主祭不是说 因为今天基家都是留下 拜托讲记者 Google要去跟拍了 我说 诶 他说诶 诶 怎么办成功力啊 做活动啊 我暗示一下啦 士林区 宇深谷角 附近的 我们卖古董 一家一家问过去 就秘密基地了 点到为止了 人家做生意了 总统府的新闻稿证明 我有没有说本吗 有 这看起来 完全没有回应你的答案 下面的話 聽聽就好了 人家說白先生不是浪得虛名 吳敦義講左 你就往右左 他講上 你就看下就對了 倒閉收 聽到吳敦義講話 我都是要想做倒立就對了 想通了吧 倒過來 他講什麼 倒過來想就好 你怎麼算總統 扯半天什麼 大年初一回南投 那北中南投跑 你怎麼跑 順道 他有順道 中北南 以前我在第一台不要講誰 有個同事要追主播 那主播住基隆 那我這朋友住林口 他說我有順道可以送你基隆 那塊林口 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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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又有順道了 好 政經講 馬指定吳敦義 對啦 說白就是這樣嘛 葛東說的啦 你就重量級人士啦 安全下莊啦 好 昨天聯合報社論有沒有看到 馬英九出手 我本來講說出手是要告哪個媒體 昨天聯合報社論 炮打 你這個比較重要先講 先講 那比較重要啦 不要重要 先把這段那樣講完 對 我給你插播 你不要 好 昨天聯合報社論第一篇 我還以為又要 因為總統也尼告我有沒有 我尼 我尼 尼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尼嘛 我不知道馬英九批可或也批了沒有 我不知道 第一篇就批王金平 你昨天射论 交呼的台教廣祥 我跟你講 誰在聯合報工作過都見笑 我告訴你 瑞德兄 我們還至少還沒有在聯合報工作過 替這個報紙工作都見笑 我告訴你 這段報紙 快死死的 我說到底怎麼沒工作 我辭了 我辭了 不要再打了 這個有點不好意思 這個報紙 張賢耀事件怎麼透過掉RG 謊話 對 又來了 又來了 一定要批判他們 好 馬錫會有這回事嗎 張賢耀先生 被鬼扯蛋了 一翔天蓋 一翔請給什麼金門 對不對 好 還用菜刀啊 國際理由送菜刀的嗎 國際理由送你菜刀 就蠻扯的 而且這個炮彈還是對方打 習近平還想說 我送你什麼 還是對方打過來的 習近平想說我送你一顆原子彈是不是 袖斗 這個白目袖斗 這根本不用講 是鬼扯蛋的新聞 我聽完之後也張惡金 他摸不到腦袋 你有聽到國際理 送刀表示要跟你打仗 日本武士都要跟你修剪 你搞錯 不談了 我跟你講 國民黨只剩王朱送的組合 隨正隨負 我不講 王 金平 朱一倫 宋淑儀要合作 我不是說宋 說幻男 大幻男好不好 大幻男 大幻男 這幻男 我們姑且一半大幻男 王 朱 宋 三腳凳 少一腳都倒 不用算 真告白了 好 民進黨 我找這個說蔡賴菊 蔡賴菊 很多人說蔡英文當選總統 假設 會找宋淑儀選行任務院長嗎 我就請教 我們對民進黨了解 他們靠豆腐身就好了 得到天下送給你宋淑儀嗎 宋淑儀你也不要想 不可能的事情 跟你們董主席說 不要說了 那我再跟 不要跟張顯耀一樣 一想天開好不好 好 為什麼蔡賴菊 百萬選票在那邊 要不要保溫嗎 我是指陳菊跟戴清德 南北軍團不多談了 但是我現在最關注倒不是 第三組人馬出來 老布希可能贏 客人隊有可能輸 都不知道 我說大家都還忽略第三組人馬 衝出來的影響力 那包括還有幾個因素 請問兩岸 華虎北京怎麼看 外在因素 內部的台灣明星 中產階級貧窮化 年輕人沒有未來 實質新資17年沒改變 你問他支持哪一黨嗎 我根本不認識他支持哪一黨 誰幫我解決問題 所以我說海嘯 風狗浪 龍捲風 隨時會席捲回來 鋪天蓋地而來 你叫我說誰會當選總統 誰國會幾期 我跟你講 我根本不敢講 不敢講 如果我說蔡英文一定當選 或朱立仁 王金平一定當選 我跟你講 我袖頭加三級 誰敢預告啊 這種民意的不可預測 那才是這一次的選情 最大的變數之所在 節目兄 報告完畢 趕快插播那段新聞 沒錯 這真的 民意的這個不確定性 沒有辦法可以預測 但是黨議也是不能預測的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還在吧 他這邊說到這個 對不起 這個馬英九對他說 告他 告到釋憲 可是剛剛最新的消息出來 王金平的黨籍案已經恢復了 簡單是沒有釋毀